哈喽大家好我是牛叔 想必大家都听过童话故事 什么公主与王子了 公主与骑个小野儿了 公主与农夫与蛇了 等等等等吧 反正公主挺忙的 那么今天牛叔就介绍一个 公主与安吉与丽娜与朱丽的黑暗童话故事 沉睡魔咒 说朗朗个够 在某个人类王国的南边 有一片巨大的森林 那里生活着许多精灵 各个长得奇形怪状 又仙人多知 人类一直想吃掉它们 再加上这里还藏着无数财宝和东北大蜡皮 而更引得人类觊觎万分 而我们的女主是一个精灵仙女刘鹰 刘鹰虽然还是个小姑娘 不过注定会成为一名强大的守护者 她天生拥有一副巨大的翅膀 在天上飞来飞去好不快活 这天打南面来了一个人类小正太 是来偷宝石的 被刘鹰抓住后只能交出葬物 然后善良的刘鹰就把她送出了森林 小正太不出意外的叫永强 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落魄孤儿 临别之际一人一鸟握手相送 没想到刘鹰突然狠狠的被烫了一下 原来精灵天生惧怕钢铁 永强健壮不加思索的扔掉了铁戒指 这可是他最珍贵的家当 刘鹰不仅深受感动 小男孩虽然没有偷走宝石 却偷走了一个漂亮女孩的内内内心 从此之后 永强常常回来和刘鹰游戏玩爽 他们成了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 随着年龄增长 存节的友谊逐渐变地不可描述 在刘鹰16岁生日那天 穷搜的永强没钱买礼物 只能献上初吻 并美之名曰 真爱之吻 时光匆匆 一人一鸟都已不带少年 老国王一直想霸占森林里的财宝 因此发动了一次东北大辣皮远征 浩浩荡荡的人类大军杀了过来 却便被刘鹰拦住了去路 区区人类又来找死 只见他一声号令地动山摇 无数巨大而又恐怖的精灵 破土而出 更有大批的庶人守卫 骑着猪八戒前来助阵 大战一触即发 刘鹰一扑龙翅膀 首当其通 利用飞行能力施展空中打击 把人类军队打的 库爹喊娘 水当尿库 从此不敢再窥视大辣皮 回去之后老国王一病不起 眼看着就要驾鸡西去 但他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许下悬赏 无论是谁能杀掉仙女刘鹰 就能继承王位 并娶公主为妻 此时永强刚好在场 做一个下人 他打拼了一辈子 终于晋升为给领导端是端尿的仆人 就和你我一样 所以当上天送来这么一个 咸鱼翻山的大好机会 他立刻就忍耐不住了 毕竟人是人他妈上帝 鸟是鸟他妈上帝 人和鸟有生之隔离 无法传宗接代 况且爱情只是小孩玩的东西 成年人要的是事业 于是永强来到了森林里 天真善良的流行 对心爱的男人毫无防备 喝下混着迷幻药的农妇膳卷后 陷入昏睡 难道永强是想 你们可别往歪了下 他毕竟是正人君子 仅仅是想杀人而已 万幸他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 但也不能空手而归一 当刘英从巨痛症醒来 一对大刺板已经被割走了 可比起身体的痛苦 爱人的欺骗和背叛 更令他无法承受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自己的爱人 为什么要割掉他的刺板 难道是饿了 另一边永强带着刺板归来 以此忽悠老国王 说自己杀了刘英 约是他成了这个国家的国王 但是刘英这边一定要调查清楚 他事发将一只被人类抓住的乌鸦 变成了一只魔法乌鸦 幻化成他的眼睛 去收集情报 当乌鸦来到王城时 见到了永强登基为王 并和公主入了洞房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刘英只觉得浑身绿意盎然 啊 我变绿了 也变强了 无可匹敌的绿气冲天而起 这一刻刘英彻底绿化和黑化 转直成了邪恶的黑帽女巫 当他回归大森林时 整个环境随之陷入阴沉 一如他的心境 精灵们只能跪倒臣服 曾经的守护者变成了黑暗女王 欢笑从此远去 时间匆匆 新国王生下了一个女儿 三个小仙女儿也赶来祝贺 他们希望精灵能与人类和平相处 于是为公主释放魔法祝福 第一个祝福是永远美丽 第二个祝福是永远幸福快乐 可还没等第三个祝福说出来 忽然黑晕鸦定妖风大作 黑暗女巫不请自来 一对昔日情人再见面 自然尴尬满满 显然刘英可没安什么好心 看着旁边织布机上的仿锥锤 一个有趣的想法涌上心头 他向小公主施展了祝福魔法 啊公主确实会美丽快乐 但在16岁生日那天 他会被仿锥锤插中 从此陷入死一半的沉睡 只有真爱资本能唤醒他 否则诅咒直到天皇地老 说罢便志得一满地扬长而去 毫无疑问这就是针对永强的报复 当初刘英16岁生日时 永强献上了一吻并说那是真爱之吻 然而却换来了今时今日的背叛 真爱之吻 狗屁 世间有个狗屁的真爱 你就永远活在女儿被诅咒的恐惧和懊悔之中吧 确实如此 永强自此遍地惶惶宗日 将全国的纺织车收缴进地牢里烧毁 他也无法向刘英报复 因为刘英又施法用巨大的金鸡之墙 将森林隔绝 人类再也无法踏足 最后永强只能将小公主交托给三位仙女秘密抚养 直到16岁01天再回来 只盼能躲过诅咒 仙女们来到了偏远的乡下 变成三个人类农妇来抚养公主 然而刘英还是轻松地找了过来 面对仇人的女儿 她不免心生厌恶 骂她是个小怪兽 无奈这小公主哪有一点小怪兽的味道 而这三个养母纯粹是三个逗笔 公主饿得又哭又闹 却连喂奶都不会 来来来啃点胡萝卜才有力气哭的更大声嘛 这让刘英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暗中让乌鸦半夜送来花蜜喂养 又给公主轻轻摇篮 从此之后三个逗笔安心地抚养公主 当然他们从来没有合格过 不过好在有刘英在暗中照顾 公主总算是快乐地成长起来 说起来并不奇怪 毕竟刘英本性是单纯善良的 谁能对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心生怨恨呢 随着常年的暗中照顾和陪伴 刘英对公主的感情日益深厚 曾经伤透的心也一天天的随之融化 而另一边的永强却是另一番心境 他沉浸在刘英带来的恐惧中无法自拔 又唯恐等16年之后 刘英还会继续折磨自己 为此他下令收缴全国的钢铁 日夜打造武器 只带决一死战 连王后病死也无动于衷啊 春去东来 公主转眼成了大姑娘 离16岁生日已尽 最近她总是在荆棘墙下徘徊 满心好奇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终于有一天刘英满足了她 突然施法把她带进了森林之中 原来隐藏起来的大森林虽然陷入黑暗 但却依旧绚丽奇幻 无数小精灵簇拥而来 向人类小访客打招呼 却忽然又吓得一哄而散 显然精灵们畏惧黑暗女王 公主却丝毫不怕 让躲起来的人滚出来瞧一瞧 刘英也忍不住想正视面激她 没想到公主立刻就认出来了 原来她早就察觉到有人暗中照顾自己 那一定就是刘英了 啊 教母你就是我的教母吧 刘英不仅感动的无言以对 等把熟睡的公主送回养母家后 刘英又忍不住的趴在床边 此刻她眼中只有温柔 晚安 我的小怪兽 自此之后 刘英常常将公主接到大森林里游玩 公主美丽又大方 给精灵们带来了久违的快乐 连刘英也是一样 此时此刻她的心已经彻底被融化 公主就如同她的亲生女儿一般 于是她试图解除诅咒 然而她当年在极度仇恨下 释放的咒语根本无法解除 事到如今空于无尽毁恨 眼见16岁生日转眼边道 公主忽然提出想在16岁之后 去森林里生活 这一下提醒了刘英 太好了 不如让公主立刻就搬进来 只要自己陪在身边 就一定能阻止诅咒成真 公主兴冲冲的跑回家 正想在森林里方便一下 突然一头迷路的王子蹦了出来 两个人瞬间一见钟情 使劲的瞅来瞅去 临别时还留了微信号 这一幕又被刘英看了眼里 乌鸦喜从天降 这不就是上天送来的真爱之吻吗 如果公主被诅咒了 也可以把王子拉出来解除啊 可以说是双重保险 之后公主提出了搬家的事 仙女们却大为震惊 妈的明天可就生日了 千万别功亏一篑啊 然后又慌不自然的 说出了公主的悲惨命运 激动的公主立刻跑去找刘英哭诉 那仨娘们说我被诅咒了 教母你知道有个 叫刘英的狗东西是谁吗 然而刘英的神情 已经说明了一切 公主顿时就崩溃了 开了一辆宝马就奔向王城 我太可怜了 我还是回家当公主 不我 没成想十六年不见的亲爹永强 只高兴了没三秒 就让人把公主给带下去了 这马上就要和刘英决战了 哪有什么心思搞 妇女相认的狗血剧情 刘英对边则急着拯救错误 她找到并迷晕了王子 然后将乌鸦变成了宝马车 向王城狂奔 此时已经来到了十六岁生日当天 公主忽然受到诅咒的召唤 浑浑噩噩的走进地牢 一架纺织车在魔法中自动修复 她慢慢的举起手指 果断的插了下去 随后陷入昏迷 与此同时 刘英很清楚永强 已经将王公打造成了超级陷阱 但还是义无反顾的摸了进来 偷偷找到公主的睡房后 将工具人王子扔了下去 这时三个都比小仙女 正在照顾昏睡的小公主 一看天上掉下了一只王子 拿罐三七二十一 快快快 借用你的嘴巴用一用 快亲公主一口 然而懵逼的王子毕竟是正人君子 根本把持不住 立刻一口咬了上去 那只奇迹没有发生 仙女们立刻翻脸 好你个臭流氓 你根本没有真爱 就是缠我们公主的身子 回不该当初的刘英 别提多心疼了 当初的一时冲动 居然住下这等憾事 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此 你融化了我冰冷的心灵 我却令你永不醒来 从此之后的每一天 我都会记住你的笑容 最后刘英泪流满面的 献上送别之吻 然而就在她要离开之际 公主居然睁开了双眼 同时叫了一声叫母 刘英难以置信 脱口而出一声 嗨小怪兽 毫无疑问 这一吻就是真爱之吻 当然真爱并非只有男女之间的情爱 大家可不要想歪了 还有亲情 更有百合之情 诅咒被打破了 公主决心和刘英一起去森林生活 然而来时容易 确实可就难了 一张大铁网突入其来 顿时罩住刘英 令她陷入了巨大的痛苦 跟着大批钢甲士兵鱼冠而入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初六 刘英没得刺网 法力大姐 属实有点上不来气了 好在还有乌鸦 一个转身 瞬间变成巨龙 狂喷怒吼之下 士兵们纷纷退散 巨龙趁机扯开了铁网 然而永强准备十分充分 士兵们越打越多 一番恶斗下来 乌鸦最终还是被五花大绑了 接着国王永强粉墨登场 他一身加十九玄铁套 别提多拉风了 一套组合拳先将六人打倒 然后一顿皮边沾凉水 捆绑苦累肯定是扫不了的 哈哈哈哈 叫啊你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就在这个人寿大战的关键时刻 公主无意间闯进了 囚禁大刺板的房间 由于主人就在附近 这对刺板那是使劲的扑扑扑扑啊 公主心令审惠的推翻了柜子 解放了刺耳 翅膀归位 腾腾升空 如此一来 刘英就不惧怕地面上的钢铁了 开化般的随意飞行闪躲 片刻间搞的战场一片大乱 却见永强猛然一铁链甩出 幸运的缠住了刘英的脚脚 那只根本就拉不住 反而被拖的飞起 一把撞破窗户来到外面 刘英又将它扔到了城堡之点 此刻的永强哪里还是对手 不过如今的刘英已经放下了仇恨 咱们之间就到此为止吧 我已经不恨你了 然而永强已经疯癫了 突然一把抱住了 想要和西任的情人来个同归于尽 可惜刘英有大刺本 你跟一只鸟玩蹦极不是开玩笑吗 最终只听永强怒吼一声 东北大辣皮真好吃 最后结束了可悲的一生 故事最后 刘英撤销了金鸡之降 从此与人类和平相处 大森林也恢复了西任的光明 孝女公主当即为新的女王 那个王子也继续来当工具人 虽然他们没有真爱 但毕竟需要表面婚姻 也算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从此之后 所有人都过上了没修没少 无法描述的幸福生活 本篇完